卻沒有想過 但就是他們在 他們正在外面是這樣子 他們都是 他們都很像 他們都很像 他們都很像這樣 女性街友的人數比 選出 全都是1比10 1比10 對 然後台北是其實針對 女性街友的服務的機構 也很少 專門服務的是0 我認識的大姐們 他們之前洗澡都是去女廁 用擦的 擦澡 剛剛那個從舊就好的人 就是教我說 女性的街友就聚集在東三門 他有講到一個重點就是 因為其實像台北車站 就是有分東西南北 然後他說通常南邊 就是被比較有勢力 有資源的街友大哥給占據 因為南邊是最好的問題 是坐北超南 就不會受到日光的執照 東邊這一塊 這邊會受到直接日照 所以是最熱 然後又冬天又最冷 所以通常都是給最弱勢的 就是女生街友 然後聚集在這邊 我聽完這個就好難過 就原來在街友圈裡面 也會有分 也好像有點階級 女生還是偏弱勢的 好 現在晚上8點多 我已經開始了 我的陸服街頭的這個 體驗跟挑戰 然後因為其實我真的還滿害怕的 所以我先選擇在一個很亮的地方 就是路等著過 我剛剛看起來好像是西門這邊 人比較少 可能是因為警察 居然在這個方位吧 這邊有個警察人 剛剛好像也沒有特別看到 女生的街友住行的地方 對啊 所以我今天就 我就先在這個路跟下 好 對 剛剛有那個人三千年 就在發病高 我覺得很感動 就是我現在已經坐超過 四個多小時 是第一個人 有人來比我這樣 而且我是完全不能吃 他也不能吃 我突然覺得就是 這個世界上 雖然常常這個城市長 讓我們感覺到很沮喪 不舒服 很多很不開心的事情在發生 但是其實也還是有 很多很有愛的事情 每天都在發生 對啊 我做了一碗 其實透視了 我真的覺得是 我這輩子是一個最好心的 那是對的 什麼 這輩子是 這輩子得到一個蠻好的 對 因為它有愛心裡面太多了 真的 很像 隔壁的街友剛剛在偷看 我覺得是害怕 對 她被想說自己人是哪來信賴的人嗎 有一個女生被擋 警察都在這邊 有一個女生 快開 快開 完全沒有想過 原來就是他們在 他們正在我們來自家 然後我們到時 就要不再往前走 就要不再往前走 在剛剛點路的時候 我幫你 突然有這個不錯 然後突然就有一個可惜 去去趕往走這樣子 然後我還是想要 完成我今天這個街頭旗 所以換到這個天橋上面 雖然說身體是累的 可是我精神上我覺得是 是充實的 因為我覺得整個晚上我 我學到太多東西了 我有好多就是一些事 我以前從來沒有去想過的事情 拿瞌睡 周曉筑妳還好嗎 很累耶 有發生什麼狀況嗎 就睡不好 對 很累 妳現在是崩潰了是不是 睡不好 對 睡不好太累崩潰了 那妳覺得昨天的體驗 妳覺得這個城市對妳來說 會很冷漠嗎 我覺得原本是冷漠的 可是後來發現就是冷漠之後 還是有一代默附著愛 所以我覺得我對這個城市 還是有希望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讚加分享 想看我們什麼主題請留言 如果妳有接觸街友的企業的話 請下面留言 可以分享給我們喔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